Hello,大家好,我是George 日本有钱人很多,以其姓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 并不是因为他的巨额财富 而是因为他跟4000名女性滚过床单 在自传中,他吹嘘说他花了30亿日元 相当于2750万美元来跟4000名美女共度春宵 他说他称为富翁就是为了要滚床单 他到死都要抱着美女 书中还说他对汽车豪宅都没有兴趣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渴望与美丽的女人 亲密一刻 不知道是否有吹嘘和杜撰的成分 4000名女性着实是有点太多了 也许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不过这些噱头显然是非常成功的 他的书一经出版 就成为了讲坛社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 2018年 这个自称是冀州堂皇的浪子 似乎是找到了真爱 与22岁的徐腾早贵步入了婚姻殿堂 开始了他的第三段婚姻 大家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没有人认为野奇会收了心性 也没有人认为徐腾早贵是为了真爱 但是野奇却对这段婚姻很有信心 然而他猜中了开始却没有猜中结局 2018年5月结婚仅仅三个月之后 77岁的野奇在家中暴毙 当天他的嫩妻徐腾是第一个发现野奇出事的人 野奇在卧室的沙发上全身赤裸 没有了气息 理所当然任何智商在线的人 都会将他的妻子徐腾早贵 当做是第一嫌疑人 野奇去世以后 徐腾的一系列反应 似乎也在印证这种猜想 比如在葬礼上无聊到大哈气 回家在社交媒体上玩自拍 还面露笑容 但是这些并不能成为他是凶手的证据 因为大家用脚指头想都知道 他与野奇结婚并不是真爱 而是为了钱 徐腾早贵变成自己没有作案的动机 他每个月都会拿到100万日元的零花钱 何必还要费尽心思去作案呢 警方的调查也陷入了僵局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徐腾早贵是凶手 最终警方的调查被迫终止 富豪的去世也成为了一桩悬案 三年后 2021年4月28日 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徐腾早贵被警方正式逮捕 那么警方是发现了什么关键的证据吗 别急 俗话说呢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让我们来先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 野奇兴祝 白手起家 从一个初中毕业的穷小子 到腰缠万贯的富豪 这个自称跟4000名女性滚过床单的人 她的一生也确实是非常的传奇 野奇兴祝 1941年出生于河阁山县天边市 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 那个时候呢 大部分日本家庭都不富裕 所以野奇初中毕业就参加了工作 在一家轻牛厂工作 当时超市和便利店很少 就更不用说网购了 所以野奇的工作是上门推销清酒 野奇非常努力的工作 每天都要去很多的地方挨家挨户上门推销 以至于她的身材非常的轻瘦 野奇是一个销售天才 他的销售业绩非常好 收入是别人的两倍 野奇还十分的聪明 虽然推销酒品让她的收入不错 但是她却认为这一行以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赚钱也会越来越难 于是她将目光投向了上门销售避孕套 上世纪五十年代 避孕套很少见 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那个时候呢 大部分家庭都有很多的孩子 人们对避孕套也存在某种偏见 因此几乎没有人愿意销售这个东西 但是野奇却看到了商机 我估计她是在销售清酒的过程中 见证了酒户乱性 知道避孕套的需求量会是非常巨大的 野奇的脑回路易于常人 她的销售方式已经不能用特别来形容了 她主要在农村地区销售避孕套 而且专门选在老公不在 家里只有女主人的时候上门推销 她采取试判性的销售方式 主要目标客户是中年妇女 我感觉事情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野奇很幸运 销售过程中一直没有出现任何的麻烦 而且很快 20多岁的她 收入就达到了上班族月薪的三倍 通过卖避孕套 野奇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 那就是要做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没有人做就意味着没有竞争 于是她又将目光投向了当时刚刚起步的高利贷业务 野奇带着资金来到了东京 那个时候的东京人口就已经非常的多了 生活压力很大 很多人都入不敷出 需要大量的借债 在这里野奇凭借着放贷业务成为了真正的富豪 当然了 收债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据说野奇曾经两次被刺伤 而且当地人对野奇的评价也不高 成为了富豪 野奇的烈焰人生也就此开启 她热衷于与各种美女滚窗单 她自称 如果遇到高个子优雅的女性 她就会直接去问 愿不愿意跟她开展床上运动 如果愿意就给她40万日元 为此 她一共花了30亿日元 2750万美元 来和4000名美女滚窗单 有媒体称 野奇的行为竟然带动了周边产业 养活了一些小公司 这些公司专门为她物色美女 看到符合野奇口味的年轻女孩 就直接上去问 愿不愿意开展床上运动 2016年的时候 野奇带一个27岁的模特回家 第二天 这个女孩偷走了600万日元现金 和价值5400万元的珠宝 在电视采访中 野奇说 6000万对她来说就是废纸 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了 但是这次电视采访 让大家都知道了 野奇家中有大量的现金 2017年 野奇的家再次被抢劫 损失了4000万日元 野奇之前结过两次婚 但是每次都很短暂 野奇说 有很多女孩为了钱而主动接近她 但是经过接触 发现她的身体非常的健康 于是很快就离开了 2017年 野奇在机场遇到了她的第三任妻子 虚腾早贵 虚腾年轻漂亮 身材高挑 非常符合野奇的口味 为了吸引虚腾的注意 野奇假装故意摔倒 在人群中 虚腾冲了出来 帮助了野奇 野奇对虚腾早贵 是真心的喜欢 她向虚腾求婚 你愿意成为我最后一个女人吗 并承诺给虚腾 每月100万日元的零花钱 野奇的求婚 有点浪子回头的意思 但是这每月100万日元 又暴露了野奇花钱滚床单的浅薄出心 无以类聚 人以群奋 虚腾当然满心欢喜的答应了 因为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女孩 有媒体称 她与野奇的相遇 就是事先设计好的 虚腾早贵 出生于北海道 扎晃市的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 初中毕业以后 虚腾到当地的公立高中 北海道扎晃钢田高中上学 因为那里的学费便宜 高中时 虚腾开始喜欢化妆 每天都要化妆后才上学 高中毕业之后 虚腾进入当地的美容学校 扎晃贝尔时代美容学院 在上学期间 虚腾的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高调奢华 不断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自己的奢侈品和出国旅行的照片 比如一晚上30万日元的房间 和坐在飞机头等舱中的照片 毕业之后 虚腾去了东京 继续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视化生活 并称自己非常的有钱 他的父母都是医生 每个月会给他100万日元零花钱 他有数千万日元的存款 但实际上 这些钱不是来自于他的父母 虚腾学习之余 在高级俱乐部中应酬 由于外貌出众 他在俱乐部中排名第一 为了赚更多的钱 他还拍摄了爱情动作片 由于图片太露骨了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感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搜索 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在社交媒体上炫耀 虚腾日常开修非常的大 钱不够用 就必须想办法去赚 于是 当他遇到了野奇的时候 大家各取所需 一拍即合 最初野奇非常的喜欢虚腾 家里挂满了他的照片 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野奇就向有人抱怨 说是新婚妻子不会做家务 他心生厌倦 又开始了疯狂的烈焰生活 也有人说 是因为野奇 发现了新婚妻子 曾经出演过爱情动作片 为此还提出了离婚 2018年5月 新婚仅仅三个月之后 野奇被发现在家中暴毙 离世原因是服用过量的兴奋剂 导致心脏的问题 让人疑惑的是 虚腾的娘惊人并不知道 虚腾竟然在东京嫁人了 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 野奇去世半个月前 他的爱犬一度突然变得狂躁 并张口咬野奇 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当时野奇并没有当回事 但是不久之后 他的爱犬就突然挂了 在野奇去世以后 这个细节再次被挖了出来 如果罪犯是用相同的方法杀害了他的狗 那么是否能从狗尸体中提取到证据呢 于是警方把狗挖了出来进行检测 但是由于腐烂严重 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线索 尽管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警方一直没有找到证据 证明虚腾是凶手 直到三年后 2021年4月28日 虚腾正准备搭乘飞机飞往迪拜 合格山县警方在机场将虚腾逮捕 警方称在野奇家中的厨房和吸尘器中发现了兴奋剂 并且还发现了虚腾通过社交媒体与相关药剂销售商沟通的记录 但是似乎这些证据仍然不够充足 所以目前警方对他的指控是违反兴奋剂管制法 而不是涉嫌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接下来警方需要在20天的拘留期间完成所有的审分和取证 至于最后结果如何 目前还不得而知 有人指出整个案件仍有蹊跷之处 首先野奇身体里发现的药剂含量是致死量的200倍 但是在他的身体上没有发现针刺的痕迹 所以这些药剂一定是混入了饮料或者是食物当中 那么胸大无脑的虚腾 是如何将如此大剂量的药剂混入饮料中又不被发现的呢 就像周星驰电影里的情节一样 如果这么多的药剂混入了饮料中 饮料可能就变成粥了 除非野奇傻 否则不会发现不了 其次 即使在互联网非常发达的时代 购买如此多的药剂也会立刻引起别人的注意 第三 这些线索应该是很容易就会得到 为什么警方拖了三年才宣布 目前最有可能的解释是 存在一个第三方高人 甚至是一个组织 他们在背后谋划了一切 而警方有可能是掌握了背后指使人的线索 因此逮捕虚腾藻贵 准备顺腾摸瓜 抓捕真正的幕后黑手 那么最后安晴到底如何 虚腾藻贵到底是不是凶手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 好了 今天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转发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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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声吗 你这傻 有声啊 刚才没有声啊 你这傻 刚才一点声都没有 你也订了七窍 什么三秋丁呢 现在丧失的是厅局 喂 哎呀 哎呦天 多大情绪啊 这是帅帅打打的 抽象工资吧还是怎么着呀 视频没人看 录了也是白录 他就会直接去问 愿不愿意跟他开展船上的 开展 愿不愿意跟他开展床上的运动 对吧 这么难吗 床 什么 床上运动 床上运动 开展床上运动 你愿意成为我的第一个女人吗 对 并承诺给虚 最后一个女人 怎么傻呀你 你 我天 他纯洁 在跟那四天一个人 就是上床聊聊天 没干别的 虚腾的求婚啊 有点愣子回头的意思 有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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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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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